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格林20分10篮板 维金斯25分7篮板 汤普森10分 胡人一边 詹姆斯25分9篮板 戴维斯23分9篮板 上场表现出色的朗尼沃克仅得4分 本场比赛 戴维斯第四节在篮下拼抢中遭遇卢尼手机 随后坐着轮椅离开球馆 卢尼的行为引发了网友大讨论 浓眉被打也冲上了热搜第一 赛后 胡人主帅哈姆表达了不满 我们的比赛方式一如既往 我不知道现在什么才算是犯规 我们有很多球员脸部被击中 但没有得到哨子 谁来帮助库里 格林带着大火 一起上 我们的目标是先赢一场 我们曾经历过这样的局面 就在这场关乎赢球或赛季结束的第五战开始前 格林在谈到这一轮系列赛时留下了这样一番话 格林的这份自信并不是空穴来风 根据NBA官方的数据统计 在赢下这一轮系列赛的第五战之前 从2015年至今 勇士在季后赛第五战的成绩是15升4负 而在系列赛面临被淘汰的生死战时 球队的战绩是7胜2负 尽管数据已经说明了勇士这支球队的韧性 但相比于过往的情况 一个棘手的问题是谁能在比赛中帮助库里 勇士必须把球打进 然后减少失误 美国篮球圈的知名评论员A史密斯就在赛前分析 汤普森必须要站出来 勇士才有可能延续这一轮系列赛 我不怀疑库里会站出来 但我不知道他的兄弟汤普森能不能站出来 什么时候能够变得稳定 与史密斯分析的取胜知识 显然每一个熟悉勇士的对手都知道 自然也包括胡仁和哈姆教练 在第五场比赛的一开始 胡仁就对水花兄弟严防死守 汤普森开场之后七头一中 库里同样手感一般 如果按照这样的局本发展 那么勇士很有可能在大通中心结束这个赛季 然而 此前饱受争议和质疑的德雷蒙德格林挺身而出 首节比赛 格林就内突外投得到八分和两个篮板要知道 格林在整个季后赛的场均得分也只有八点四分 而到了第二节 格林又继续贡献了六分 更重要的是 他在防守端还制造了浓霉的两次进攻犯规 正是他的强攻和造犯规 帮助勇士在比分胶着的时候能够稳定住局面 当格林都打出了气势如虹的进攻 他的激情也感染了整个球队 维金斯半场就得到16分 替补出场的普尔也终于打开手感 其实 胡人一度在上半场反超了5分 但在勇士重将三军用命的情况下 他们在紧咬比分的同时也等到了水花兄弟的回归 上半场的最后两次进攻 库里和汤普森各命中了一级三分球 将勇士的领先优势拉开到两位数 防不住瞻眉组合 那就限制其他人 就在勇士回归大通中心之间 勇士其实已经并不被外界所看好 在美国数据网站548的晋级预测中 勇士能够赢下这一轮系列赛的概率只有17% 而在ESPN赛前的预测节目中 不少专家都直言 科尔教练能够做出的改变已经很少了 相比于科尔教练手中的王牌库里 哈姆教练手中的王牌 浓眉安东尼戴维斯似乎更令勇士头疼 前四场比赛 除了输球的第二场 浓眉得分最少的一场也得到了23分 而且在那三场比赛里成军贡献16个篮板 而到了关键的第五场比赛也是相同的情况 浓眉在内线几乎无法阻挡 只要里夫斯 施罗德和詹姆斯将球送到浓眉手上 他就能够制造杀伤 特别是当勇士在下半场将领先优势拉开到接近20分的时候 正是浓眉内线强攻 将比赛的悬念勉强延续 除了浓眉在内线的统治力 38岁的詹姆斯也依旧无解 这场比赛里 詹姆斯在第二节命中了三季三分球 单节独得13分 一度帮助胡人反超比分 对于詹姆组合的强颜表现 勇士主帅科尔教练做出的回应 就是献着胡人双合身边的帮手 上一场比赛 正是詹姆斯和戴维斯身旁的朗尼沃克 在最后一节狂揽15分 而库里则是孤里无援 所以第五场比赛 科尔就利用防守的侧重 限制了胡人的角色球员 施罗德在上半场得到11分之后 下半场就被防守所限 擅长制造犯规的里夫斯 到了在这场比赛 到了第三节才得分上双 正是在科尔布置的防守侧重之下 勇士在第三节将分叉逐渐拉开 最终啃下了这关键的一场比赛 而对胡人来说 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戴维斯在第四节遭卢尼击打面部 只能返回更衣室 随后胡人宣布 戴维斯因头部伤势 本场比赛不会回归 据最新消息显示 戴维斯是坐着轮椅离开的球馆 勇士还有机会完成逆转吗 站在1比3的悬崖边上 赢下重要的一场生死战 勇士其实还是没有完全脱离 被淘汰的危机 毕竟胡人依旧手握着赛点 季后赛在此前一共出现了277次总比分1比3的局面 最终落后的一方 赢下系列赛的情况之后13次 奇迹的概率只有4.7% 但13次中就有一次属于库里和汤普森的勇士队 2016年的西部决赛 当处于巅峰时期的雷霆双烧 将勇士逼到1比3的绝境时 库里强势将系列赛打成2比3 然后球迷口中的G6汤单场投进了11季三分球 逆天改命 将比赛拖入抢7大战 最终王手挺进总决赛 不过 有意思的是 在那一年的总决赛 身披骑士球1的勒布朗詹姆斯 也被逼到了1比3的绝境 而在此之后 詹姆斯和欧文完成了大逆转 让库里 汤普森和格林成为了73胜总押军 下一场比赛 回到胡人主场 如果本场受伤的戴维斯能够顺利回归 那么胡人依旧是更被看好的一方 毕竟除了酷汤锥组合 拿着顶心的普卧 今年季后赛高薪低能 全队只剩维金斯 成为攻防两端的另一个依靠 这个赛季的未免之路 勇士能走多远 依旧命拳一线 库里 克莱 维金斯此战都打了很长时间 但仍没能赢球 勇士系列赛1比3落后 陷入绝境 他们还能翻盘吗 听听业内人士的看法吧 巴克利对此的看法是 勇士没戏了 系列赛结束了 5场或6场以内就结束了 巴克利的理由是 胡人在消耗库里和克莱这点上 做得非常好 他们会点名他俩 每个回合都会 巴克利认为库里 克莱被如此针对 勇士已无力翻盘了 著名詹黑斯特也是同样看法 他认为勇士没机会了 胡人5场淘汰勇士 他还点评了詹姆斯的表现 他说喜欢詹姆斯最后的4个罚球 但不喜欢他最后出手的超远3分 乐达铁 事实上 库里3分14中3 为詹姆斯9中2吸引了火力 不过苏群和前骑士球员 理查德杰夫森 则认为勇士还有机会 苏群认为 勇士G5战赢球希望很大 这轮系列赛的悬念 还没有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 苏群这轮比赛开打前的预测 勇士4比3淘汰胡人 前骑士球员 理查德杰夫森发推点评 胡人接下来的两场比赛 赢下一场就能晋级 但是抢7中的勇士会很可怕 勇士队 有多个球员经历过一比三逆转 他们还没死 杰夫森觉得勇士有能力 把比赛拖入抢7大战 勇士是当今NBA调整能力最强的球队 和胡人的G2战勇士 让杰迈克·格林首发 起到了奇效 大胜了胡人27分 G4战勇士虽然输了 但小佩顿的首发也效果极佳 小佩顿此战9中7 得到15分3把2主攻 只是没想到胡人这边 沃克第四节突然暴走 改变了比赛走势 G5战勇士 应该还能拿出妙招来 届时凭借主场的加成 勇士拿下G5的希望还是挺大的 勇士拿下G5的希望挺大 但要想联姻胡人三场 难度太大了 因为如今这只胡人攻守兼备 阵容厚度惊人 除了詹梅基本盘外 每场比赛都有骑兵站出来 拉塞尔 里夫斯 施罗德 巴孙磊 沃克都相继爆发过 以勇士目前的阵容而言 他们联姻胡人三场的可能性太小了 我会想联姻胡人三场的可能性太小了